剛剛我們那個館長陳思汗 他就講說 館的你要算就算 不要再搖整個家事 其實我真的要欠他 選總統 不是說買東西這麼 這麼當機立斷 就可以做解決 要顧慮到整個國家方向 或者柯文哲出來選總統 到底對臺灣人民有什麼幫助 這個是要把他列入一個考慮 所以不可以說你賣就賣 不賣 因為這不是那些事 是臺灣人民的事 那第二個他也質疑柯文哲說 這個跟國台辦走太近 你怎麼知道他跟國台辦走太近 因為私底下柯文哲跟我講說 誰同誰還不曉得 旺旺說見面十幾次 對 是有見面 我也常跟國台辦見面 但是 旺旺說跟柯見面十幾次 那是蔡衍明先生 那是蔡衍明跟他見面嘛 那不代表說跟國台辦走太近的問題 所以這個我還是要奉獻我們館長 這個部分應該是別人給你的資訊不太正確 那另外一個說實在的啦 因為看這種集市 郭王柯他們三個為什麼要尋求一個聯盟 行求一個第三勢力的結合 他大家都會算過啊 算過說他們三個集合才有辦法跟南利對抗嘛 那如果單靠柯的力量或郭的力量 我說實在的 要跟南利兩陣營對抗 我跟你講顯得力道會薄弱 所以這些東西就是因為這樣產生 柯文哲一定要大家見完面 到底是誰嫌 到底是誰政誰富 這些東西沒有坐下來談都還沒有一個定位 所以他才沒有 但是怎麼拖我的認為九月十七號以前 郭你也不能閃避嘛 王你也不能閃避 柯你也不能閃避嘛 要嘛就三個一個意見 不然你們就各選各的嘛 所以要請大家我們臺灣人民要去看 要對抗南利不是那麼簡單的事 一定要第三勢力結合才有辦法去打這場仗 所以大家稍安勿躁 我們就靜靜看吧 那我是覺得總統選舉真的 我看到現在為止千變萬化 今天的狀況不代表明日的情況 所以我是覺得看起來似乎 現在所有總統候選是人人有機會 個個沒把握 這個我們選舉夠的人都是這樣 老百姓我們臺灣人民到現在為止 看誰勝誰富到現在 我坦白講沒有一個人敢定論說誰贏誰輸 坦白說啦 現在上檯面要選的人都有照門 我簡單談一下 你說蔡英文有沒有照門 有啊 他執政當然老百姓會不會買單也要看 還有到底蔡賴會不會配 這臺灣人民也在看 韓國瑜那當然我的形容是最大的敵人就是韓國瑜本人 吃喝嫖毒之外 我在想喔還有沒有更有殺傷力的案子會爆發 臺灣人民大家來看看 另外一個就是第三勢力 剛才我也已經強調第三勢力 所謂的第三勢力才有辦法去對看藍立 所以這些你說第三勢力的加盟郭柯王 到底有沒有迫及 我們今天就來談這些 到底有沒有迫及或者是好事多謀 那我個人的看法 迫及兩個字三個人都否認 好事多謀後會有期 我認為是沒有迫及的 因為你看嘛 王金平他不是講了嗎 國家大事全民大吉 不會因為小事而迫及 這王金平前院長講的 柯文哲就講三十個人都還沒有坐下來 哪裡來的迫及 這柯文哲講的 好 郭台銘董事長 他的郭伴也講了 近期三方的幕僚 約個時間再來安排見面 這個還最後一句請大家注意 他還講跟柯王已經成為好朋友 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說完全沒有迫及 那其實大家有誤會 這段十八號為什麼桃園三結役的見面會迫及 大家都誤會柯文哲的幕僚到處放話 其實我要替他幕僚講一句 這個跟事實是不符的 為什麼柯文哲他曾經常講過 密室的東西他不太願意做 但是他就喜歡透明 那這些三個人見面只要是為了台灣人民好 為了國家未來好 何必遮遮遮掩掩 心中坦彈盪 那告訴人家說我們什麼時候要談 那有什麼 所以就會產生說你們講太多了 那我個人的看法 那郭台銘當然他還是有他的壓力 什麼壓力呢 這個吳主席要見他他都還沒有見 韓國瑜要見他他都沒有見 為什麼不見 很簡單嘛 人家郭台銘為了台灣人民 為了這個國家 他想要來服務台灣人民 他有他的想法嘛 所以當然這個話講出去 他壓力會很大 所以就會產生什麼 據我瞭解 好像下個禮拜這個禮拜 這個這個吳主席就要跟郭台銘見面 那見面以後到底要談什麼 我認為見面也是形式如意 說你不要算啦 大家要團結啦 所以這類的東西 我是覺得柯文哲也沒有錯啦 那事實上十八號是在桃園 沒有同時間大家來見面 那這個東西 事實上他們三位都已經證明 證明都沒有破擊 所以我們也期待 我們也期待不要有破擊 但是為了台灣人民 為了可以對抗藍力兩大陣營 所以他們三個 那最後我要強調 如果柯文哲 他現在的本意 希望郭台銘 為什麼希望郭台銘顯 說實在話 郭跟柯兩個人 他們做的大數據的民調 應該是伯仲之間 但是因為看到郭台銘 他有為台灣人民服務那種結心 跟那種尷尬 所以他還是希望郭台銘顯 那如果是郭台銘決定不顯 那我相信柯文哲一定會參選 所以大家都在講說破擊破擊 其實我要呼籲大家 根本這個局勢沒有破擊 但是改天一定會去見面 好 我想ols researchers scientist 加油 我們 vetino ienie 參與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